既然問開也不差再跟進Tesla 叫最新的提法 因為看到最近低位整顧完之後 又好像上升了一些 那之前的調整究竟覺得差不多了嗎? 其實我覺得調整夠了 因為其實上次的調整 最主要都是Elon Musk自己的減辭 再加上就是那一刻又剛好Rivian 又IPO Lucy突然第一次開始交車 就是搶走了一些資金 再加上荷蘭也有一個 變成那一刻就叫做搶走了一些資金 但是如果大家一直有跟開 或者記得我的說法 就是那時候第一次接近到1200元附近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都會rebalance 叫大家不要追 那時候的說法就是1050元我們有機會是一主 然後第二主就是在那個上升列口 就是大概900元至940元那個列口 會去那個位置應該是一個中線的一個買入機會 而我們在剛才說的兩個位置都有加持的 即是增持的 因為既然之前rebalance 了這個東西是高低位的波幅這麼大 其實我們應該是在最後最新的那一刻 應該是21日 10月21日加的 那個位置就是變成補列口補到第三天 開始上升回來的時候我們加的 這個是我們操作上面 讓大家看看我們對這個股份的信心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如果你說以它最近的消息面 我覺得是越來越正面的 正面位就是因為剛才說到電動車 就是有未來今年的要求很高 就是這個板塊應該不會再像上年那樣 隨便你聽到名字就說好的 那變成了其實現在的開始的工廠 即Austin那些都開始產出 上海 phase 2 都出 那變成了其實我直接一點說 剛剛過去不是說了 全年公佈的delivery 數據已經是壞了市場預期的 其實不要是壞市場預期的 其實我們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比華爾街樂觀的 那個數據 我們其實那時候已經是說85萬價錢 其實那一刻已經是被人說 哇 這麼樂觀 但是誰知道到最後全年還有93萬價錢 那我會這樣說 以我們這麼樂觀的人去到壞了 其實未來這一年應該 它要比華爾街的預期不難的 除非有什麼突發事件 否則正常下其實不難比華爾街的預期不難的 變成它的風險應該是最小的那間 我們自己覺得 那所以我們自己會看 究竟會不會在它這次的業績 即它未來就是業績的了 那究竟會不會有些新的發佈 例如Cybertruck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其實因為我今天不再說太多 去其他業務上面的 我只是說資金流這件事 因為其實大家會很看 在駕駛駛駛駛的一個南海 它1月26日業績 就是在說這段時間 如果你想想 Rivian為什麼之前欠了這麼多錢 就是因為Pickup truck 這段時間大家對於F 即Ford 福特那間 為什麼炒這麼多上去 一來就是大家當它估值便宜 第二是因為F150 那個Pickup 那個電動板 大家覺得很有需求 但是其實是因為Cybertruck 那些公司還沒有出來了 究竟它會不會公布到Cybertruck 可以有個交付日期的時候 會不會在其他公司搶回資金回來呢 那個我覺得值得期待的 是的 今天可能就是 Tethering 先說這些 別再加太多其他的幻想 是的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仍然還是其中一隻 我們覺得 算是可以預視性幾高的公司 即是你又要 預視得來 又要有些突破性的發展 我覺得是它會比較多些的